不是吧,你的手机店还最亏钱了 手机店的老板看过来 看完这个视频 保证你的利润防备 其实手机店的利润增长点 并不只是新机销售 还有一个隐藏的保障 就是二手机的回收与销售 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机会 对于手机店老板来说 可以把回收回来的手机 按照程式、型号、配置进行细分 再针对不同的客户进行出售 这样能大大提升手机的价值 比如一些程式比较新的 可以出售给一些注重外观的客户 对于一些大花、内报等 可以直接出给回收商 这么做不仅能提升库存的周转力 减轻压后的风险 还能让资金周转的更顺畅 而且分类得当的话 自销的概率会大大降低 关键的是很多同行 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如果你是二手机同行 或者你打算进入这个领域 不妨试试这种分类销售的方法 刚好火星哥这里 也有份每天更新的回收报价表 我们对客户也是一对一服务 及时报价 给同行做兜底回收 如果你也有需要的话 评论集告诉火星哥 关注火星哥 做二手机更轻松